大家好,我是黎医生 大家通常觉得糖尿病有啥症状呢? 没错,那就是三多一勺,多饮,多食,多尿和体重下降 很多人都会用三多一勺来给自己做一个初步的糖尿病的筛傻 但是其实呢,有些人的血糖升高了 可这三多一勺的症状却并不明显 可能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那我们怎么通过手部的信号来监测血糖呢? 首先呢,就是手指的这种异常的感觉 如果你的感觉啊,手指有麻麻的刺痛的感觉 那可能就是血糖不稳定的一个信号 高血糖呢,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尤其是末梢的神经 这就可能导致手指出现麻麻的和刺痛的感觉 可能你以为是长时间使用了电子设备导致的 但其实呢,这可能是血糖升高在高贵 如果说呢,不重视这个信号 那可能就会演变成为更加严重的神经损伤 那另一个信号呢,就是手掌异常的红润 很多人可能觉得手掌红润是健康的象征 但是如果没有做什么运动 手掌呢,却异常的红润 那可能就是血糖过高的一个表现 因为高血糖呢,会导致血液循环加快 血管扩张,导致了手掌看起来比较红润 长期啊,忽视这个信号的话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好了,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呢就到这里 关注我,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